北京时间10月10日,2018赛季上海大师赛,展开南达第二轮的争夺,中心球场夜场交点站。 中国新星一顶在先生一盘的情况下遭运一转,以6-3除以0-6除以3-6吞大不敌亚洲一颗紧之规,遗憾无缘16桥。 中国新星吴义炳在前天机白同胞里者拿到了职业生涯ATP群回赛首胜,凭借这场胜利,吴义炳将在下周创造Number 2打99的新高排名,紧之规在年珠昌玉复出。 赛季至今已经打进了蒙特卡洛和东京两项赛事的决赛,并在温网和美网分别打进了8强和4强,世界排名已经重新回到Number 12。 这是两位选手之间的首次较量,前期局双方互扩一次,吴义炳先发4比3领先。 第八局,紧之规状态出现波动,吴义炳在对方发球局中连续拿到三个破发点。 凭借一个正手飞射破新失误,吴义炳完成破发5-3,发球圣盘局中,吴义炳稳扎文达,轻松倒发力6-3000升多人。 次盘开局吴义炳状态率显松险,紧之规率先破发2-0。 第三局,吴义炳揭发球被现审呼报出界,随后吴义炳挑战应也得手,不过主裁尽意外改判重赛,吴义炳与主裁争论无果。 重赛扣紧之规抓住机会完成爆发,将比分拉开至3-0。 随后吴义炳状态仍然不见好转,紧之规联下3局后,以令-0扳回一盘。 军胜排开局双方互保一一,第六局,吴义炳的发球局陷入熬战,经历了,一分多排回合后吴义炳摔倒就球下网。 紧之规顺势是扑法刺二,此后比赛紧之规没有再给吴义炳任何机会,6-3拿下军胜盘后以2-1击败对手晋级16强。 今日其他比赛,把网4强切齐纳托4比6-7,到7分之列,到右,逆转奥网4强正选,晋级16强将战得约科维奇, 宁国以格埃德盲德6-3除以6-4完胜意大利老将赛皮, 紧之16强将战甲理,澳洲新星德米内2-6-4除以6-3击败资格赛选手帕尔雷, 第三轮挑战4号种子小资维列夫。